当然在VBA里面 如果我今天按这个按钮 自动输出到这两个 这两个输存格 OK 然后按一下就是4500 2500 但是不是用3米5 而是透过VBA做完输出结果 那怎么做呢 当然基本步骤一样 第一个一样是在那个什么 VBA里面 Visual Basic里面 那我先怎么样 我先在这个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 名称叫奖金好了 我想就插入一个程序 你就输入奖金 OK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刚刚讲 其实基本上呢 会有 把这个先删掉 总共的话呢 会有最重要的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回圈 那回圈加罗其判断 然后再加一个累加 最后把结果输出到指定范围 这样就OK了 我们第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怎么写 应该还记得吧 for回圈 for 那我要找的判断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三列到第七列 OK 这个范围 nest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是if if什么呢 哪一栏 sales 哪一栏 i 列 的 b欄 所以这边就输了个b欄 然后呢 如果它等于什么呢 那因为我要统计的是销售部 跟开发部 把结果加总到这边 所以我先做什么呢 销售部 所以是先销售部 OK 然后空一 这个地方后面的话空一格 加一个是这样 反正呢 逻辑判断一定是这样写 那enter两下打一个endif 这个都固定的 反正你写来写去 回圈逻辑判断嘛 前面都写过 所以你就把它熟悉啦 这个一定要记啦 至于其他的 我想就是你可以去变化 好 再来怎么样 如果它销售部 做什么 把它的同一列的c栏 把它累加起来 可是这边就要累加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变数 帮我暂时放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 那个名称可以自己取啦 我叫sum底线A好了 OK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那sumA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 这个sumA名称自己取 叫什么都没关系 你叫A叫B叫都可以啊 我现在叫sumA 然后呢 它的初始值就没有东西 你可以把东西放进去 那怎么放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它自己 因为累加嘛 累加有个概念 它自己等于它自己本身 再加上你要累加的东西 那累加什么呢 就把它奖金放进去 OK 那奖金就是什么呢 sales 奖金就是同一列 所以呢 瓜胡同一列嘛 一样的I列 哪一栏 它的C栏 OK 这样就OK了 累加起来了 那累加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回圈 罗奇累加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结果怎么样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我直接用固定的嘛 Ranch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1的18 所以我这边就输出18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等于sumA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把销售部做完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回圈 逻辑 累加 最后是输出 OK 那其实我觉得这应该都够直觉了吧 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啦 就这些 能不能做出来 输出看看 执行 油标放这里 4500输出了 那你想说老师可是4500OK了 那开发部2500怎么办 很简单 你可以怎么 回圈 要不要改 不用嘛 只需要什么 一复 这个 这个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干脆 因为我是两个判断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怎么样 再复制一个到下面 一样回圈 只是差别怎么样 这个是去判断的是销售部 那这个底下的就是什么呢 就开发部就好 所以这边再加个开发 开发部 那只是说你加总啊 这边是放扇妹 你不能也放扇妹 如果放扇妹 它们会变成全部加在一起 OK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扇妹改成扇B好了 OK 这边就是扇B等于扇B自己本身 再加上那个东西 特别注意哦 这个累加的概念哦 一定是写成这样哦 无论哪一种语言都这样写 就是它自己本身等于后面加完东西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它是把后面东西加完之后 再把它覆盖过去 盖过去 那就放在这个扇A扇B里 扇A扇B就是变数 那什么叫变数 顾名思义嘛 里面的数字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如果你有个新的值 它会把它覆盖 就变成累加之后 多的一直累加上去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OK 最后的话呢 一样 把这边做完判断 然后这边底下 再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改一下嘛 改成19嘛 输出什么 上B比较好 好写完了 这样的写法 其实说真的 你以后可以造钞 很多地方就这样写 就OK了 真的蛮多地方的 我发现 蛮多地方写还写去 我发现都一定会有回圈 为什么 因为以色尔里面不外乎就裂 不外乎就懒 它一定是一个范围 然后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然后一定也会有变数去做累加 暂时放什么资料进去 等到做完之后 再丢到那个位置去 就跟你要做报表不一样吗 做完之后 把那个东西放这里 放那个放放放放 不就放完了 到底不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同小异 只是去把它稍微改一下 结果OK 试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 2500 当然再来的话销售额 销售金额这个地方 26 其实做法差不多 其实变化一下而已 上面有两个条件 下面只有一个条件 那下面这个条件 基本上呢 范围一样 只是差别怎么样 这边是大于5万的 一样做累加 有没有 然后把它怎么样 输出到这边来 就OK了 看懂这个逻辑吧 OK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也试试看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 最关键就是这边 大于 就是B栏的资料 大于5万 然后一样累加 放在A里面 最后输出到 E20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 所以最后乱完 因为我没有写清楚 如果你要 就是你可以再写个清楚 这边输出 这边的话呢 就输出到这里 OK 那就完成这两 答案的话呢 我云端上有放 所以如果说 你假设写不太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 在这边看一下 不过我刚刚奖金这个 另外一个写法 用ELS 不是销售部 ELS就反之 就是开发部 所以呢 你用刚刚那个写法 可以 这个写法也可以 那好像这个写法 比较精简 对不对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所以基本上 这个地方呢 也是前面讲过的东西 再把它 算是做一个那个融会贯通 OK 所以以后你工作里面呢 假设要能够有一个 这个自动化 基本上就是把前面的 我们讲的回圈 加逻辑判断 然后再加上那个 今天多一个是累加的概念 累加是说把资料放在变数里面 那ECL APPA里面呢 那个变数 不需要 就是额外再去宣告 反正你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变数就存在 你就可以放 你要放的值 就可以把资料暂时放在这里 最后呢 再把资料丢到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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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